圣诞快乐 在一个聚会中 主持破冰的弟兄问大家 请讲讲你印象中 最深刻的一个圣诞节 许多从中国来美国的弟兄姐妹 只要是年在中年以上 都差不多在中国 是从来没有过过圣诞节的 当他们第一次看到 美国过圣诞节时 丰富的景象 历时就留下了 深刻又美好的回忆 当然如今那些小年轻 可能就不是再如此 而我是从台湾出来的 自从我小的时候 我母亲是天主教的 所以我们家也稍微的过圣诞节 在我家中 都有准备礼物给小孩子的 所以圣诞节有礼物 在我记忆里 就是根深蒂固的事情 就算是来到美国 也不过是多看到一些 圣诞树和灯饰罢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 真正令我记忆深刻的圣诞节 要回溯到2015年的圣诞节 那是已经开始文字的侍奉 如今回去读了以往的文章 虽然还存着许多的青涩 但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在提醒弟兄姐妹 圣诞节不能只是 存着一个过节的快乐 有好事情发生的心态 乃是要想着 主是为我们 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其后数年的圣诞节 我的文章基调就是如此 如今我们在与家人团聚 欢欣过节的时刻 而我们的主 却是要离开天上 要道成肉身的成为人子 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而他只能独生一人 来到这个黑暗 而且还是由魔鬼掌权的地上 来行这条路 尽管我们说 他也有天使守护的 但那也是远远的守护着 所以圣诞真的是快乐吗 对我们来说 是的 但是对主自己来说 这没有什么好快乐的 这是他手上这件工作的开始 如今圣诞节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节日 对于所有神的工人而言 也不是单纯的过节 而乃是像农夫遇到 麦田里的麦子熟了 是收割的季节 农夫们看到眼前 有满地金黄色的麦穗 而已经被压低了头 他们会快乐吗 他们当然是快乐的 只是除了快乐之外 还有另外一份的责任感 这是今年赚一个丰收的好机会 就算是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 而如果我们丰收 我们的主当然也是快乐的 当年将荒地开成麦田固然辛苦 但是辛苦已经过去 如今只要有好收成 那就是快乐 而对我们每一个领受救恩的人 牧者或是不是牧者都无妨 总是应该在这个季节 纪念主的恩典 就算在历史上这一天的日期 并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总是该借着 每一个机会来纪念主的恩典 如今不管是信主或是不信主的 都知道纪念圣诞节 我们作为神的工人 当然也要在这个季节 好好的纪念主 而今年是2020年的圣诞节 今年2020年 可能是对许多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快乐的一年 或者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多的限制 也或者我们的经济也受了不小的亏损 甚至还有可能我们是失去了亲人或是朋友 2020年对许多人来说 即使是到了圣诞节 也还是快乐不起来 对我们美国的教会来说 今年的传福音也受了很多的限制 我们邀请人来看圣诞灯会 居然是要人坐在车子里 连车窗都不能摇下来 当然也没有面对面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 至少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世人 今天还是圣诞节 我们可以暂时忘却眼下的问题 让我们来回想 2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是为谁呢 是为我的 如今我今年不一定会收到任何礼物 恐怕也不能见到弟兄姐妹 但是如今就算是在2020年 当我们想到了这件事 心中还是甜甜的 心中就喜乐了起来 原来主爱属他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为他做了什么 或是传福音给多少人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 就会发现他已经如此爱了我们 并且还在一直爱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